明白了吧 从1949年到今天 中国的纺织工业 生产效率提升了60倍 就纺织工业 所以你看到说 中国纺织工业越来越多吗 49年到56年的时候 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产业工业 是来自于纺织工业 就一个纺织工业 就解决了一半的就业 而今天的纺织工业在中国连1%都不到 纺织工业 为什么 生产的大部分提升了 都自动化了呀 不需要这么多人了 所以先进的商业模式 带来的一定的失业 绝不能带来旧业 说有人有天突然跑过来 跟你说 说我们是个伟大的公司 我发明了个非常伟大的商业模式 我是互联网 据说的你全部 你打算把这15亿美元 全部投入物流 我就想请问一下 刘总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想转行做物流产业的老大吗 这个问题无数人问过我 因为做物流的话 又苦又累 需要很长时间 需要花非常多的钱 但是我们坚持认为 物流是电子商物体验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它的重要性超过60% 我一直在构思 我们要做物流该怎么做 我肯定不是自己做 所以不管多么苦多么累 我们一定会坚持的做下去 我对自己 组建一家物流公司 毫无兴趣 您的这种回答的这种 非常伟大的商业模式 我是互联网 纺织企业 我重新为国家带来了 纺织工人的就业 你不说这个道理 战斗的讲吗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互联网防治企业 是回到了49年那一样的水平了 对吧 如果你回到了49年 你早就已经死了 你没有竞争力啊 你生产力如果下降的话 一定带来就业 就像咱们的黄西一样 在美国跟美国总统 说说说说 如果我要做总统的话 是吧 解决就业特别容易 哎 两个人活 一个人干的活 两个人干就完了吧 就像我们有总统和副总统一样 是不是 这不解决就业了吗 但是你没有清楚 有这个商业模式欲先进 其实带来的 就是一定是实验